可以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但他们依旧选择留在这里 这个高度8公尺的混凝土墙 就是以色列境内的隔离墙 因为墙的另外一头就是巴勒斯坦自治区 而这道墙主要就是来防止炸弹攻击 钢筋混凝土的隔离墙 内部有高压电网和电子监控 以色列从2002年开始 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自治区边界 修建高达8公尺长达700公里的隔离墙 来防止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炸弹攻击 但西岸也因此被隔成了三区 巴勒斯坦人进出都必须经过 以色列方面的安检 国际上因此出现违反人道 种族隔离的谴责声浪 以色列不得不拆除部分高墙 而西边的加萨走廊 以巴冲突更是时时发生 Gedi是以色列电视制作人 父亲是知名文学家 除了做节目 Gedi每周还在大学兼课 而他的学校就在冲突最多的加萨走廊旁 现在还在国际上 现在很不舒服 在学校教学校 之后才会找到一条线 充电转黑 人都要走入其中一个地区 很多地方都要营成人 以与你产生 以攻击 从地上 而从地区 他们有些爆炸 被爆炸中的地区 有些爆炸 被爆炸 被爆炸中的地区 被爆炸中的地区 莫大的恐懼之外 当重返巴勒斯坦土地那一刻起 以色列也注定了被孤立的命令 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视以色列为头号敌人 立誓要歼灭 外国旅客护照上 只要盖由以色列的入境章 也将被回教国家视为拒绝往来户 而我们搭乘的以色列航空班机 更必须刻意绕远到黑海土耳其 避开其他中东国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色列机场安检更是史上最严格 每个要入境的旅客 上飞机前必须被盘查超过半小时 行李无论托运或手提 都被翻了又翻 担心被放了炸弹 我们因为曾经去过几个回教国家 就被视为可疑分子 详加盘查将近一小时 等到好不容易进入以色列后 连去刷冰帽买东西 都有金属探测门等着你 因为列强环寺担心恐怖攻击 因此在以色列每一个公共场所 进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道案件 好 你好 你好 你没事 你没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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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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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圣地哭墙前的安检 严格程度更是直逼机场 内有巴勒斯坦激进盘蠢蠢欲动 外有阿拉伯恐怖分子虎视眈眈 父辈受敌的以色列人 悠闲淡定的表象下 似乎是颗犹如惊弓之鸟 坦特不安的心 但建国六十四年里 历经大大小小战火 以色列人似乎也渐渐习惯了 生活中高规格的警备 和敌人怀似的使劲 Donna和13岁的双胞胎女儿 是拥有美国护照的以色列国民 随时可以离开 这个一触其发的火药库 但他们依旧选择留在这里 如果有些事情会发生 为什么要在这儿 不要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 我会在这儿 然后在这儿 我认为这儿 不,我认为这儿是家 我们没有其他语言 我们没有其他国家 我认为这儿是国家的 民主主义 他们在目标 这是目标 我们在目标 我认为这儿 我不想离开 流浪2000年的犹太人 好不容易征回上帝应许之地 没有人愿意放弃离开 这是以色列人对国家的坚持 有人说上帝给的世界十分美丽 有九分属于耶路撒冷 犹太教视他为与上帝定约的圣誉 也是基督教耶稣少奈于复活之地 而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则在这地升天 世界三大宗教鼎立在如迷宫般的旧城圣地 如同星辰月光彼此闪耀散发光滑 旅人与信徒擦肩而过 各自寻觅者通往天堂的路口 源自异议是和平之城的耶路撒冷 虽然有段不和平的历史 但多元种族千年战火与世代泪水 注定了这个年轻国家不平凡的绅士 而这正是以色列独有的美丽与哀愁 以色列从独立的那一天起 就是在四面楚歌枪林淡雨当中度过 以色列和所有阿拉伯邻国一共发生了五次大战 不论是谁先攻击 最后以色列都是赢家 而之后面对的是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 到现在仍然持续当中 就因为父辈受敌 以色列不得不全民皆兵 连女生都要尽当兵义务 年满18岁就会和男生一样 被征召从军长达21个月 但不要小看以色列女兵 很多工作她们做得比男生还要好 过去好几次以压大战 女兵都发挥了几大功能 我们独驾前进以色列女兵基地 看女大兵的英姿 也要看她们军服下的秘密 中美女第一次证明 否认为啫了 听欄 怎么があれ、美 Kendall 请你散开 保证甸ク 酷帥模樣 他是下函上校 掌管以色列海法港海軍基地 主要任務是防衛海岸線 自信與氣 兼具任務 以色列海軍女上校 展現了經國不讓虛美的衣氣 在以色列IDF國防軍特許下 我們成為世界少有 能夠進入以色列海軍基地 拍攝的電子媒體 一虧以色列無敵女大兵的意思 以色列女兵舉世聞名 因為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對婦女徵兵的國家 除了穆斯林阿拉伯伊 女生年滿18歲 都必須入軍服役21個月 因為與阿拉伯世界的比對 讓以色列的女兵比其他國家女兵更鐵緊戰爭 但在軍服和槍桿子之下 以色列女兵又是什麼模樣 來看另外一個女兵房間 哇 哇 是在酒店嗎 是 哇 很美 我的天啊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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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般的寝室简直颠覆所有人 对以色列魔鬼均匀的印象 夏尼似乎就和其他国家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一样 天真可爱 无忧无虑 但是甜美笑容底下 其实暗藏着以色列女兵精锐的展览